字幕提供 有人問我 我就會說 今天我們再次來到 麥當 路 去看看 實際上點餐的流程是怎樣 聽一段影片 可能因為鏡頭拍著的關係 我緊張得流了隻雞 如果怕好像我這樣說錯 可以簡單地指著櫈檯上的菜單 說 これ これ 就是這個 setto 就是set 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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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薯條 麥樂雞 沙律 等等 薯條是potato 麥樂雞 是nugget 至於沙律 我從來沒有叫過 不知道叫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想挑戰的話 日文是沙拉達 飲食物是沙拉達 今天店員 可能都想大家學多些東西 用了一個比較難的字 飲食物 通常他們會跟我說doringu 兩個都是有飲品的意思 我今天點的是 cola cola 可樂 可以選擇的飲品種類有很多 而當中最難的 我覺得是爽健美茶 是 如果你剛剛點的是麥樂雞 nugget 這個時候要注意了 店員通常會現在問你 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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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ce 即是問你要什麼醬 好像我之前說的 通常只會有 燒烤醬 BBQ 同芥末醬 mastard 對 這個時候店員會問你 在這裡吃還是拿走 在這裡吃的話 是天内 拿走的話 是 お持ち帳り 或者是 take out 至於我剛剛說的sou desu 是同意別人時候說的 由於店員的問法層出不窮 所以最好都是表明自己的立場 告訴他 在這裡吃還是拿走 大丈夫 其實我聽不到店員跟我說什麼 不過通常在這個位置 都是付錢 以及問我有沒有point card 即分卡 而我背的這一句 大丈夫 desu 是一句非常慢用的日文 當你想說 不要 不需要 不要緊要 都可以用這句 大丈夫 desu 就是這樣 整個流程就完成了 有一件事我不記得了的是 之後店員送餐來的時候問我 要不要ケチャップ 茄汁 我回的是 はい お願いします 是另一句很慢用的日文 當你想說 麻煩你了 的時候都可以用 其實店員剛剛說的東西 有很多都是純粹為了表達有禮貌的意思 所以我們要學會聽重點 譬如 セット サイド 飲物 而如果你真的擔心 會不明白店員跟你說什麼 你可以事先準備好 再在點餐的時候 順著流程 跟著節奏 正常來說 都可以順利完成整個過程 至於KFC 由於第一年來日本的時候 吃過一次覺得很難吃 之後就沒有再吃了 直至最近有一天 高田聰希問我 好啊 因為這樣 我幾年來第一次吃KFC 由於不熟她的SOP 過程的確是難了一點 不過這次吃 我覺得 好吃 而最近高田聰希都有問我 所以我之後都會吃多一點